各位頂姐妹你們好啊,我們很開心現在又開始我們今晚的色經的網上的討論會 那我們是會繼續講到怎樣建立人的靈命 而我們現在講到的主題就是講到人的罪性 就是幫人明白罪的嚴重性和後果,就是讓人知道犯罪是嚴重的 就是讓人知道犯罪的後果,讓人有警覺性 因為有很多人犯罪,他們覺得不重要的 他們覺得不重要的,就是需要去幫助他去明白罪的嚴重性 讓我們知道我們跟從神是神所喜悅的事來的 OK,這個經文就是 以後人呼音五章十四節 這個經文就是講到耶穌醫好一個三十八年癱瘓的人 後來他好起來了,耶穌就跟他說了 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厲害 這裏這個經文是告訴我一個很清楚的訊息 就是說 就算我們有罪,卸罪 當我們犯了罪之後,一樣有罪的後果,罪的破壞性 就是說不是代表我們求主卸臉就OK了 而是犯罪一定有罪的破壞性 例如罪會破壞人際關係 例如我們傷害了人之後 我們道歉,我們求神赦臉 神是會赦臉的,不過那個關係是會破壞 也會影響我們的明星 就是說人家說這個人經常都說謊 這個人經常都得罪人的 這個人是不可信的 會令到我們失了人的信任 亦都可以破壞我們侍奉的機會 我們工作的機會 我們的教會的侍奉都可以破壞 所以我們知道雖然犯罪我們可以得到赦臉 但是我們就知道 犯了罪雖然得到赦臉 但是依然有破壞性的時候 就會給我們一個動力去處理罪 亦都告訴我們 神赦臉罪是很大的恩典 我們是很感激神 神會赦臉我們的罪 我們遵從神的時候 神是很歡喜的 神是很喜悅的 神是必定祝福的 當人聽祂的話 遵從祂的時候 神一定祝福 這是主要的動力 我們脫離罪 但是同時我們也知道 是罪有破壞性 所以我們就不要去 不要犯罪 人可以說 一定有罪性情 一定有罪性情 也一定有犯罪 不過問題就是 那個犯罪影響有多大 譬如我們用個例子 因為罪是通常有心發出的 譬如我們先生氣人 心裡面先生氣人 然後我們就會說一些說話傷害人 然後我們會有些行動 譬如可能報復 或者是有些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那就是由心那裡開始 然後去到言語 去到表情 然後去到行動 那越去得心 那個影響力越大 就是還在心裡面 有罪的意念 當然也有破壞性 譬如一個人 很多時候都會有 憤怒 不饒恕人 有淫念 在心中 根本他 神是不喜悦的 他跟神的關係一定有影響 亦都他的內心是不會有 強烈的平安喜樂 他一定是會有罪救在裡面的 所以 所以我們知道 罪原來有不同的程度 我們都可以幫助人 譬如有個人是 未信耶穌 或者他剛剛信耶穌 我們都可以讓他知道 罪的破壞性 第一就是 神不喜悦 影響我們跟神的關係 所以我們一定要靠耶穌 罪得赦免 但是有很多人 因為 聖經是有教導 我們認自己的罪 神是信實 是公義 必要赦免我們的罪 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這個聖經有講到的 但是 有赦罪 不代表沒有嚴重的後果 譬如這裏 這個經文就講到這個嚴重的後果 嚴重的後果 其實有時候跟我們犯的罪是不合比例的 不成正比例的 譬如我簡單一個例子 有一個人 譬如一個牧師 他發脾氣 他罵人 他這個罵人 可以令到人 完全對他失去信任 可以令到教會 想辭去這個牧師 都未定的 那個後果是 比他所做的事 是嚴重很多倍的 他可能一時控制不到 他不懂得處理 不代表他是差到不得了 有時候不一定 那個人的罪是嚴重得很厲害 但是因為他的場合 或者那些人的反應 那些人反應強烈的時候 他可以一次的發怒 令到他失去了他侍奉的崗位 或者失去了人對他的信任 所以我們知道 原來罪有嚴重的後果 不說牧師 就算是說平信徒 有時候跟配偶說一些說話 他又覺得我說真心話 其實很多人都會說 我說真心話 我很生氣 這是他的真心話 不過是有問題的 為什麼會生氣的人 明明那個人對我們好 為什麼會生氣他呢 就是因為心裡沒有處理到那些問題 他心裡積存一些憤怒 有很多時候的配偶 或者是子女、父母、兒女之間 都會有時候說 我很生氣你 我恨到你不得了 我真的很煩 對著你 他真的有這個情況 他就覺得我說真話 這個沒有錯 我說真話 這個是一個謊言 是一個假的事情 不是一個真理 因為很多人就覺得 我生氣你 我就說給你聽 但是他沒有想到 我生氣你 我就說給你聽 是造成更大的破壞 我們需要明白 我們生氣人是不對的 除非是義路 但是義路 當他發出來的時候 那個方法 都是一 是不是能夠幫到人去悔改呢 因為如果 譬如有些人是刻意的犯罪 刻意的不遵從神 還有那個人是做錯事 不過他真的沒有力量 他是軟弱犯罪 兩樣不同的 一個是刻意做 一個是他軟弱 所以犯罪 我們的回應 即是就算法義路 是應該不同的 譬如有個人 已經警告他很多次 然後他 都繼續犯這個罪的時候 我們是需要說給他聽 這件事的嚴重性 但是說的嚴重性 不代表我們鬧到一隻東西 這個不需要這樣 也有時候有些人是 他軟弱 他軟弱 他犯了罪的時候 我們那個 那個回應是 應該 不要令到他失望 雖然他做了一件錯事 但如果令到他失望的時候 令到他放棄的時候 那個破壞性是很大的 所以有時候有些人說 我這個是義路 但是他沒有想到 到底這件事 是否造就人 是怎樣幫到人 我們需要一個正確的 一個好的方法 是能夠幫到人 因為我們犯那麼多罪 但是神都是用很柔和的方法 去感動我們悔改的 就是這樣 這個在我們傳福音 和在我們幫人靈命 都是重要的 其實在我聽到這麼多年 我以前從來沒有聽過這一篇 我沒有聽過 約翰福五章十四節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厲害 那有一次我看聖經 看到的時候 我覺得 哇 說聖經很清楚 雖然我以前看過很多次 但我不知為什麼 看漏了 沒有留心看 這就是原來 沒有留心看聖經的後果 那我就看到 哇 原來聖經說了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厲害 是會有更大破壞性 屬於不信的人 他都會知道的 就是有時 人在面前 人在人面前 失信 都可以造成很大的破壞性 那何況是基督徒 我們呢 如果 譬如 我們向一些人傳福音 那些人信任我們 或者我們關心他 愛他 但有一次呢 有些事情 我們自己的怒氣很大 突然爆發的時候 是可以令到他們 對我們完全失望 就是 哇 你又說到自己這麼有愛心 你今次發怒 那種程度 是不合比例的 那 所以我們需要提醒自己 就是說 原來 我們罪可以有這個破壞性 還有我們教導人的時候 也都告訴他 神是赦免罪 這是很大的恩典來的 因為如果不是赦免罪 我們去地獄的 但是 同時我們知道 犯罪一定有一個嚴重的後果 我們一定要小心 避免罪 處理罪 最重要就是處理罪 化解罪 化解心中的怒氣 對人的期望降低 因為人都有罪性 所以人犯罪 不是一件 難以明白的事情 這是一件事實來的 人真的會犯罪 得罪人的 所以我們看到人犯罪的時候 不用反應那麼強烈 就會避免我們的怒氣 是影響人 很大的影響人 這個就是說 我們需要教導 我真的很多年 在教會 信主 還有在聖經學院 神學院 後來我侍奉的時候 我聽其他牧師的講道 我都沒有聽過 這個信息 就是說 雖然罪得射免 但是那個罪的嚴重 的後果 是可以影響人很大的 這個就是 很多人疏忽 所以為什麼 這麼多人說 很難對付罪 很難處理罪 因為 那些 怒氣 那些煩惱 很強 我受不了 所以很多人 是習慣性犯罪 覺得不要緊 這個 人人都是這樣的 我犯罪沒什麼所謂 但是這個經文 是警告我們 是犯罪 會有一個嚴重的後果 OK 那 在這個時候 大家有沒有問題 或者是回應 剛剛我說了 幫助人明白罪的嚴重性 和後果 就是當我們傳福音的時候 或者帶領人 信主 成長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 去提醒他 我想回應一下 剛剛的經文 應該是耶穌是 親自不事大事 找那個病了38年的坦子 原來這個坦子 他坦了是因為他犯罪 我想他犯的罪可能是比較大 所以他 經文有沒有說他犯罪呢 他說 你已經長月了 不要再犯罪 但是他有沒有說 是因為他犯罪 所以有這個病呢 他只是叫他治療 我想他在那裡 他只是說 這個呢 不如我們現在就適經 嘗試適經 他以前一定有犯罪 耶穌說不要再犯罪 這個沒有問題 問題就是 他以前的病是否因為犯罪 因為他只是同時有犯罪 耶穌只是告訴你不要再犯罪 能不能夠用這個經文去下一個結論 就說他的病是因為他的罪 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厲害 你已經全如了 豆豪不要再犯罪恐怕你 好像是一個有前因後果的感覺 是啊,但問題是說 他是說你不要再犯罪 譬如那個婦人曾經被抓的人 他都說我都不定你的罪,不要再犯罪 他那個情況就是他犯罪 就是他也犯罪 這個人也一定是犯罪 那個問題就是 有沒有說他的病是因為他的罪 如果他在這裏就沒有說 但是如果是分開兩樣東西來講 我覺得你已經全如了 然後是句號,而不是豆豪 但是會不會耶穌都知道他生命中是有問題 耶穌不想他再有破口 所以耶穌就說你不要再犯罪 就是說你犯罪可以令到這個醫治失去 或者你會有其他的問題發生 你的意思是經文沒有很明顯地說 他坦在是因為他犯罪 是的,由這裏我們可不可以達到這個結論 我們就適經去想 這個經文有沒有能夠達到這個結論 他說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厲害 即是說他現在犯罪 即是他曾經犯罪 而遭遇得更加厲害 是不是 但是問題就是 兩個可能性 兩個可能性 我們要知道我們那個判斷是根據什麼 兩個可能性 一個可能性就是 他之前是因為他犯罪 所以有這個病 那麼耶穌就說你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厲害 嗯 另一個可能性就是 他是有病 他又犯罪 但是這兩天是不相連的 那麼耶穌就說你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厲害 即是我們能不能夠下結論 一定是他之前的病是因為他的罪 我覺得 還是只是他同時發生 我又不可以說一定 但是我覺得有關聯 因為他說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厲害 那就是說曾經說現在犯罪 現在遭遇的是厲害 那麼他的遭遇就是坦了 因為有個經文 你可以有兩種看法 我們要分辨兩種可能性 一種看法就是耶穌醫好你了 但這個醫治可以因為你犯罪而失去 或者你犯罪就會有帶來其他後果 所以你不要再犯罪了 那這個一個可能性 第二個可能性就是 因為你以前有罪 那你如果以後有罪 那些病又回來了 就是一個可能性就是 他只是說你犯罪是可以 再被魔鬼偷竊殺害毀壞 就偷回你這些東西 但是是不是之前他有病 是因為這個罪呢 這個沒有明顯說到 沒有明顯說到 還有就算生來核眼的人 耶穌也沒有說到 不是因為他的罪 只是要彰顯神的榮耀 另外就是 另外就是 有間屋崩壞了 還有 比拉多殺了那些人 將他們的血和祭物參雜 然後 耶穌就說 是否因為他們的罪 耶穌說不是 耶穌說你們不悔過 都是要如此滅亡 嗯 嗯 到底我們能夠將罪和病連結 到底去到什麼位呢 就是我們不知道 就是我不否定是可以是 不過這個經文是不是呢 我不知道 嗯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適經 到底我們有多小心 有時候這樣的 我會這樣說的 適經有點像在法庭 嗯 那法庭有兩種情況的 嗯 一種情況呢 他真的有罪 不過證明到他有罪 嗯 但是在法庭來說 就當他沒有罪的嘛 嗯 那法庭另一個情況呢 就是他 就是真的證實到他有罪 那他真的有罪 一種情況就證實不到 嗯 那我們適經呢 我們需要肯定那件事 就是神有清楚說到的 那如果沒有清楚說到 都不代表一定沒有這個可能性 就是有個可能性 好像他犯了罪 不過法庭證實不到 我們從聖經的話語證實不到 嗯 不代表一定沒有關係 哦 好,我現在明白了 牧師 好,多謝你教我 就是有時有關係 有時沒有關係 那麼我們 那麼我們 那麼這個經文是不是能夠 在法庭有句話的 因為我聽習慣英文那些 他就說 能不能夠prove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就是超越一個正常的理論 就證實這個人真的有犯了這個罪 如果真的證實他才可以定他的罪 那麼由這個經文呢 我們能不能夠說 是真的proof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是一定他之前有病 是因為他犯罪 明白,知道 我想你也覺得未必是 不過是不是有可能 都是有關係呢 不知道可能是 對 就是這裏不肯定 是啊 不肯定 所以呢 所以我們 就是說有一件事 就是我們看色經書和神學書都是一樣的 不要以為他是色經的人 或者是神學家一定是對的 其實神學就是分開幾個 我之前也說過 分開幾個方向 譬如有這個雙重疑定論 他們會說一次得救永遠得救 到底是不是真實呢 他們都是神學家 他們還教很多神學生 到底他們的 reasoning是否對還是錯呢 他們是神學家 但是不代表是對的 有一邊是錯 一邊是對的 肯定的 為什麼呢 人可不可以失去救恩 因為 要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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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邊是錯的 一邊是對 一邊是錯的 很多人說 我不知道 我來看 我看到聖經很多經文是說到證實的 是很強烈證實的 但是他們就用一個理論 就是reasoning reasoning去理論 就是說 他有一個理論 就是神定義一定會成就 這個是reasoning 他們的神學是神是至高的 這個是John Calvin的神學 的重點 神是至高 所以他定義的一定會成就 所以神要 簡算這個人 這個人一定得救 他一得救了 就永遠不會失去救恩 他是用這個reasoning 但是雖然有些經文是說明 他們已經償過天恩的滋味 於聖靈有份 又償過神善道的滋味 嘩 經歷了這麼多事情 但是如果他 犯罪的時候 都不能夠得到赦罪 嘩 好嚴重 所以呢 聖經是有講到可以失去救恩 但是他們就說 這個是假設的情況 就是這樣 我就是說 神學家都會有時候 他們 就是有一個理論在先 就會影響了他之後的結論 那這個 其實這個今天 我就多謝你提出的 我順便跟大家說一說 原來我們的神學思想 是有時候真的會受影響 我們需要很客觀地去分辨經文 去分辨這件事 到底是不是有這個關係呢 這樣 那我多謝你提出來的 我完全是 欣賞你這個事情 我也很多謝 嚴牧師這樣很詳細解釋 那我現在知道要用回 一個 就是 有沒有肯定這樣說 還是 可能性是另一樣的 但是這裡是不是有肯定這樣說 其實我想說另一個重點 是 我感覺到耶穌有說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追求得更加 這個是 我感覺到它是 憑著我愛心 而告訴這個人 我就覺得 咦?我們告訴別人 就是 提醒別人的時候 都提醒自己 用一個正確的出發本 和態度 就是這樣 OK 好 多謝你 多謝你 那你才能分辨到這件事 就是說 那件事我們是不是肯定 從經文絕對肯定 肯定不到 和肯定到 肯定不到 不代表一定不是真的 就是 不過在經文 我們不能夠證實這件事 OK 好 那大家還有沒有關於 這個罪的後果 這個想法 那我又講一講 就是說犯罪 到底是否可以引致人有病呢 是可以的 不過是否每一次都是呢 我們有不知道是否的 這個是一個重點 到底魔鬼怎樣偷竊殺的 我們不知道 是有可能性 不過我們就不要 下一個結論 就是說人有病的時候 一定是有 一定是他犯了罪 我們不知道 就是我們 但是有些人 他真的生命是很失控 他完全沒有管理好生命 以至他身體有病 這個是真的可以發生的事 真的可以 真的會發生 還有有些人就更加嚴重 喝酒 吸毒 夜睡 整天都是長期這樣的時候 他肯定他的罪 是會帶來他身體的問題 好 我們看下一個經文 就是 罪被魔鬼留地步和帶來破壞 約翰十章十節 道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 我來了是要叫羊 或作人得生命 令者得的更豐盛 耶穌這裡說道賊來 要偷竊殺害毀壞 由這個經文 道賊到底是誰呢 我們可以下 什麼結論 道賊到底是誰呢 大家可不可以回應一下 即是我們怎樣去分辨道賊是什麼意思呢 大家可以放膽講的 不用怕的 錯了不要緊的 講得未夠完整也不要緊的 我想問 耶穌斯 譬如說 我說道賊 譬如說有些人強迫人 都是基督徒 照著他們的方法 是 譬如說 對方是不舒服的 不想 他強迫人 還有 這個算不算 是道賊呢 我也不知道 所以想分一下順便 好 OK 你說強迫 你可不可以講具體 是些什麼 強迫人 強迫人 強迫很多種 譬如說很少的東西 其實是 當時覺得 是 連裡面是有些 疑念 知道是不對的 對方不對的 還有 自己不平安的 其實很少 譬如說 吃東西 玩東西 說話 就是 沒有運人 不跟別人商量 自己做 對方自己做主 你當事人都不知道 就是 強迫 就是 這些 知道 但是 對方是不對的 還有 還有 又有個 知道他有時候快了 上了魔鬼的當 不是出於神力的 在裡面 意念 都有這些 都有分辨 這些算不算道賊呢 因為 我意思是說道賊會藉著人 有時候覺得他好的 他想叫你點點點做 但是你自己當然是不想 因為都不平安 都不舒服 都想推 但是 都沒有這麼果斷的推下去 說我不想 我不喜歡 我又 就是 初初是擔心對方 不開心 冒犯了他 但是 就是 又不想去 又不想參加 OK 你現在講的一件事 你講的一件事 可以說 就不是很相連的 我現在在問的問題就是 是 道賊是誰 那你現在就問我 這樣是不是道賊 就是 我很簡短的回答你 看情況 就是他好像鎖住了你的一些權益 就是好像有些人強迫你做某些事情 這樣 這個都可以是的 都是不適宜的 都是不適宜的 就是這個 不應該做的 那 有時候強迫 又不是完全是錯的 譬如那個人 總是不肯聽神的話 那他媽媽媽 就一直吹逼他 你去聽神的話 那他都是有強迫性的 那他的強迫性呢 那他都是想他好的 所以強迫又不是一定是不好 不過可能那個人不受落 那有些強迫性就是 就是 根本是對那個人沒有益處的 不過想控制人 那這個就是有些搶奪他的意思 那但是我最初問的問題就是 盜賊是誰 盜賊是魔鬼 籌敵 OK 你由這個經文 你可不可以知道 盜賊是魔鬼呢 那我們怎樣下結論 盜賊是魔鬼呢 是不是只是魔鬼呢 這個 為什麼我要這樣跟大家講 因為通常來講 一講這個盜賊 通常人就會講魔鬼的 所以我現在就會 幫大家去反思 我們有個經文 我們怎樣去證實 魔鬼有份 還有是不是只是魔鬼才是盜賊 有沒有人想回應啊 有時候自己裏面的 譬如說情慾 慾望啊 都是屬於一種盜賊吧 我不知道合不合 好 那我們看完經文 經文就說 耶穌來叫人得生命 並且得的和封聖 叫我們有封聖的生命 然後他就講到盜賊 盜賊來就是偷竊殺害毀壞 那就是和耶穌所做的對比 耶穌所做的就是叫人有封聖生命 而盜賊來就是偷竊人的東西 殺害和毀壞 那就是一個對比 所以呢 我現在就問大家 是誰會偷竊殺害毀壞 魔鬼 是不是呢 到底答案是怎樣 大家試試再回答吧 好不好 好 我們從經文 不是很深的 不要想到很深 就是從經文這個普通的文法 為什麼我們說有文法呢 其實 聖經很多說話都是有文法的 譬如說 耶穌說不要憂愁 不要擔憂 那他有一個文法的句子 那個意思就是說 照字面的意思 就是叫我們不要擔憂 神會照顧那些麻將 也照顧那些花 那就是這個照字面 照文法是這樣解釋的 聖經是根據人的文法和邏輯性 人的邏輯性 即是說 既然神都會照顧麻將和柏花 所以都會照顧我們 這個是從經文的字眼 我們可以達到的結論 我想問大家 就是這裡 由這兩句說話 我們可以達到結論 誰是道賊 會不會是世人 即是不信主的人 好 不信主的人 好 我想說 首先這個道賊 是不是只有一個 只有一類 有沒有可能不只一類 信主與不信主都可以 好 不如你解釋一下 為何信主與不信主都可以是道賊 你說一說 道賊 不信主那些 當然他不跟主的道 就很容易是賊 嗯哼 其實即使信了主 他信得不深 即是沒有跟到道行出來 其實都可以是 嗯哼 非常好 就是說到人可以了 OK 除了人 信主與不信主 除了人之外 會不會是世俗 即是 有些 世俗的 某些不夠合理的規矩之類 OK 首先問你 道賊這個字眼 是一個 規則 還是什麼 都是說人 是的 OK 我問大家 魔鬼是否道賊 魔鬼就肯定是其中的道賊 OK 你用的說法 其中的道賊 你會不會覺得 不單止是其中的賊 就是最大的賊 是 沒錯 OK 其實我引導你一直思想 其實那個經文的意思 其實很簡單去解釋 因為耶穌來就是 給我們有封聖生命 然後道賊來就是偷竊殺害鬼懷 即是說 凡是令到我們得不到耶穌 封聖生命的 失去耶穌給我們封聖生命的 那些就是賊 總之就是 對耶穌做的工作破壞性的 這個可以是 人 而最大的應該是魔鬼 因為魔鬼是 掌管 犯罪的人 也都影響很多 驚徒 所以一定是魔鬼有份的 那謝仙女又說到一件事 會不會社會的規則呢 規則本身就不是一個人來的 不過規則是人定的 所以人定的都可以來自人 例如有些國家禁止人傳呼音 這是人定的規則來的 來源都是人的 所以那些規則 其實就是被人影響 也可以說來自魔鬼 因為魔鬼要人不要有機會傳呼音 所以魔鬼令到人會去 不給人有機會去傳人福音 禁止人傳福音 那這個也是 魔鬼令到那些人 和那些人本身的罪性 令到他們會偷竊殺害 毀壞其他人的靈命 和得救的機會 OK 其實就是 我不是問一個很難的問題 不過基本上我是想問一個問題 讓大家去反思 不要犯很多人講的教導 我們一定看為聖經的教導 就是一定我們從聖經去判斷 那個經文到底是講的是什麼 而這個經文其實就不是很難去判斷 不過我就用這個給大家一個練習 好了 講到應用 就是說人和魔鬼可以偷竊殺害毀壞 那我又想大家去思想一下 人怎樣偷竊殺害毀壞 魔鬼怎樣偷竊殺害毀壞 那這個可以說是形容過程 到底是怎樣偷竊殺害毀壞 到底是怎樣偷竊殺害毀壞 大家可以試一下去回應一下 就是有沒有人想回應 這個是應用 應用就是魔鬼怎樣 或者人怎樣偷竊殺害毀壞 過程是怎樣發生的 就是讓我們更加了解過程 就有防備的心 我想講一下 其實我覺得人有時候有些私慾 是令到她自己的家庭 身體都很大的傷害 例如怎樣施育 就是可能她喜歡了另外第三者 然後太太知道就跟她離婚 心情很惡劣很負面 就打罵那些小孩 那些小孩後來就有焦慮症 她自己也抑鬱 但是那個老公有了阿三之後 就不滿足 仍然揮霍無盜 其實整個家庭就破壞了 我就覺得這些就是偷竊殺害毀壞 整個家庭破碎了 整個家庭又有精神又困擾 財務又困難 很辛苦很痛苦 是 沒錯 OK 那你會不會 講結論 就是跟我們講的 你怎樣把它總結出來 我覺得其實那個偷竊殺害毀壞 很多時候是那個罪 一個人的私慾 那個罪 是看不見自己是犯罪 就越踩越深 本來自己有美好的家庭都毀壞了 破壞了健康、關係、財政 全部都破壞了 其實他的私慾 很多時候可能有自己的問題 也可能有魔鬼的引誘 各樣東西 OK 好 其實就是 人的罪 人的罪 和魔鬼的誘惑 和魔鬼一起 引致偷竊殺害毀壞 是不是 所以這個人 其實都包括自己 不只是別人 是我們自己犯的罪 就被魔鬼有機會偷竊殺害毀壞 或者不一定去到魔鬼的位置 就是被人偷竊殺害毀壞 可能破壞我們的婚姻 我們的家庭 我們的生命 我們的侍奉 這些都是可以被破壞 是啊 有時是人自己的私慾最起點 可能有時候是 嗯嗯 OK 好 好 這些就是我們可以用來跟別人說 譬如有些人 我們帶他信耶穌 或者帶他靈命成長 就可以讓他知道 原來人的自己的罪 或者是別人的罪 都可以影響我們的 那我們又經常都說 沒有人能夠破壞神的話 為什麼我又說 人的罪可以破壞 就是可以偷竊殺害毀壞我們呢 首先我們都說到 別人是可以偷竊殺害毀壞 到底是怎樣 就是怎樣平衡這件事 就是說 到底別人是可不可以偷竊殺害毀壞 因為我都很多時候用這個經文 詩篇118篇第六節 有話說幫助我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怎麼樣呢 到底人是否能夠偷竊殺害毀壞呢 有沒有人想回應 其實人是可以偷竊殺害毀壞 嗯哼 嗯哼 我今天大家看到 Roll Show 有一個真人真事 訪問一個媽媽 媽媽就沒有了一個女兒 那個女兒當時是15歲的 那個女兒呢 是直播自己跳樓自殺的 那她直播的時候 她還沒跳下去的時候 她是直播的 那有人有留言的 那些人留言真的很差 為什麼還不跳呢 這是一個真事 這是一個真事 我在電視機看到的 為什麼你還不跳呢 講完一些很負面的事情 最終那個女兒就真的跳樓自殺了 那個媽媽都 就是訪問那個媽媽 那個媽媽沒有露養的 她就說 她就說 我沒有女兒了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人是可以這樣說話的 那我這個就很深刻的感受 原來人心是可以這樣 嗯哼 是啊 真的很恐怖 人可以影響別人 那我的問題就是 我又會教導 人不能夠搶走神的恩典 但是我們又說 人可以影響別人可以搶走 那到底怎樣平衡呢 這兩樣東西 怎樣compromise 這兩樣東西怎樣協調 但是當人有了神的時候 我覺得她那個罪就影響不到她 因為有很多時候 如果我們願意 就是我們的心是緊貼神的時候 有很多時候 我們明明有些壞事 我們是做不出的 那我們走回正的時候 神就會有一種力量 就是一種心靈 就是可能聖靈那個力量 給我們是越走越正路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平安 有喜樂 有聖結 那倒轉回來 我們建立到的東西 可能就是幸福喜樂 我們的家庭啊 我們身邊的人啊 朋友啊 各樣呢 都可以是 在神的計劃裡面 不怕的 只要我們跟著神去做 就是神說 你不要有害人的心 你要歡恕人 不要苦毒 要保守你的心 聖國好一切 就是如果這樣跟著的時候 我們 就是不要說 一日之間 就完全好了 那好像有些人 吃煙吃了二十年 那信了耶穌呢 跟著一個月就戒了煙 那這些經常都聽到 那些戒毒那些 那其實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就是因為她的心裡面 是跟隨了神 有聖靈 神給她有力量 去走回正路 就不偏行幾路 ok 好 那你就說了 就是神在裡面改變我們了 那我就想去問一下大家 譬如一個基督徒有試探 或者他發怒 或者他被人罵完 在這個處理的過程 他必定是怎樣做法 他才能夠得勝 是不是神感動他 他就得勝 就是神感動他之後 他還有什麼行動 他會得勝 對傷害和困難放手 放手 對啦 ok ok 好 對於傷害、困難、放手是非常重要的 還有沒有人想說 我嘗試說 看著標竿知道 如果我們只是依靠聖靈的感動才去做寬恕 有時候我們就可能感覺不到有個聖靈的感動 那怎樣做呢?就是我去寬恕他,我不要被他影響 我專注在神給我的賞賜裏面 不要讓這個人受他影響而令自己犯罪得罪神 那我去珍惜同神的關係 不讓這些罪去阻隔自己同神的關係 那當我這樣想的時候,我就更加容易去寬恕別人 OK,好,非常好 他說出一點就是專注在神那裏 還有我們知道這件事,我們就不去做了 這個就是我所說的 就是說 當我們有人嘗試偷竊殺害偉壞 魔鬼偷竊殺害偉壞 在這個人來說,首先他一定是親近神 他才有這個力量 但亦都是他有一個選擇 就是說他會說 現在魔鬼引誘我 有人引誘我,有人罵我,有人傷害我 我知道他所做的事是不能夠拿走神的恩典的 我不需要被他影響的 就是一個刻意的選擇 任何一個我們人,立志行事 聖經講到立志行事,我們立志行事 在《腓立比書》2章13節說到 都是神在我們心裏運行 說要成就他的美意是神運行 但都是那個人立志的 就是那個人是有一個立志 就是那個人不是好像 聖靈感動他,他就很自動去做的 譬如說那個人罵我們 我們是有一個 兩個可能性的選擇 一個選擇就是罵他 或者是鼓起拋棄 另一個可能性就是我們刻意處理不給他影響 聖經講到立志行事 是講到我們的意志 盡心盡性盡意 意就是我們的意志 就是我們一定是整個心靈思想意志去回應神 選擇不給他影響 選擇不給人影響 選擇去聽神的話 這樣的時候 我們才能夠離開罪 就是任何一樣的罪 譬如說我們被人傷害 我們的心裡面很憂傷 我都要選擇 我去感激神 我去數算神的恩典 於是我的心 就能夠放下一些煩惱 我選擇不給人影響 我就選擇 不要繼續去想他的事 我繼續去想神的事 就是我們的心裡面 是需要一個選擇 去跟從神的聲音 不跟從魔鬼的聲音 不跟從人的聲音 或者是不跟從我們自然的反應 而是跟從神的聲音 然後我們才能夠得勝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勝過魔鬼的 試探人由 偷竊殺害毀壞 就是說 不是一個好像 我們好像一個機械人 聖靈一感動 然後我們就聽話了 就是我回應之前有人說 就是說 聖靈感動我們會做 可能他的意思也不是 純粹就是聖靈感動的 不過我想說 人必定有一個 他裡面有一個處理的過程 有一個思想的過程 我們才能夠做到這個決定 尤其是那些強烈的罪 那強烈的罪 比如被人罵完 心裡很生氣 那真的需要刻意處理 才能夠不去生氣 不去罵他 而另外除了這些 比較強烈的 強烈的反應的罪 那有些可能很少的 比如說 自己在那裡 有些不開心 有些失望 那都是自己說 我為什麼失望呢 我神裡面給了我很多盼望 我可以 感謝神 我可以看到神的盼望 我可以有盼望 都是需要我們一個意志上的選擇 所以我們一方面是說到 我們的靈 跟神相交 神的靈感動 另一方面就是我們的思想 認同聖經的教導 跟從聖經的教導 以至我決意跟從神 我感情也是我喜悅神 所以我歡喜神 我歡喜行神的路 大家有沒有回應 關於這個 就是我們怎樣 不讓人偷竊殺害毀壞 是一定有靈的工作 並且加上 我們 那個 那個 那個思想和意志的選擇 有沒有人有問題 如果思想和意志的選擇 是要個人比較自我控制能力高才行的 是啊 因為我發覺 如果 譬如我都試過被人冤枉的 那我 那時候 未聽你這些教導 那時候 我是很快 是想 攻擊他 他這樣冤枉我 但現在 上了這些教導 好像 對那個自製能力 好了 那就懂得 不要拼搏他 那想一下 自己應該 怎樣反應 好不要 受他牽連自己的情緒 還是說 我其實 他冤枉我 我 我不是 用心 苦毒的 那 這些是他的誤會 我不要 我做回神起義的事 我不要跟他爭辯 就是 我在神的眼中 是正直的 那 那就 慢慢 就是 才調教到 我覺得自製力 真的要提升 才能做到你說的 那些 情況 是的 所以 聖經是有不同的地方 都講到 立志 講到 還有 一個刻意的行動 你留意聖經很多說話 將身體獻信當作活跡 真是主動地將身體獻信當作活跡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我真的不要跟這個世界 心意更新而變化 讓神去改變 即不是一個 我們 如果用一個形容 我們好像 一般 什麼都不想 什麼都不做 神靈感動 然後我們就會回應 因為我們人是一個有意志的 有思想 有意志 有行動的人 所以我們必定是 需要管理自己的生命 那 另一方面 我也可以這樣去 繼續講 就是有些人 他的意志 已經被 他的情緒的自然反應 搶奪了 即是他已經再沒有能力 他自己決定 他那個決定 就是完全是 我不喜歡 所以我就不做 我喜歡他 所以我跟他結婚 有些人就是這樣 我喜歡他 所以我就結婚 完全沒有想到這個人 根本適不適合我們 是不是神簡選 他就被他的情緒 帶領住 所以他已經是被 自己的情緒 偷竊了他的生命 即是有很多人 他不知道在他成長的過程 他是 很多事情都被 他自己的 他的罪性情 他的軟弱 偷竊了 所以很多人又不能夠 跟人相交 因為為什麼呢 他很怕人 他又不會克服這個懼怕 他不克服這個畏縮 他就不敢跟人說話 又一到那時候 就爆發了 因為他忍無可忍 就爆發了 即是他那個情緒 都是控制了他的人 抽損了他的整個生命 當我們想起很多人 他們都其實在這個狀況 所以他們整個生命 跟人相交 跟人溝通 管理家庭 管理配偶和兒子 女女 家人的關係 都是很亂農 或者管理他的時間 即是他用多少時間 去看電視 看手機 這些都是 很多人 他們是失控了 因為他被他的罪性情 偷竊了 而我們想剩下 一定是從靈開始 跟神有關係 就是思想認同神 是最好的 然後我們會遵從他 選擇 遵從他 即是凡是行動 一定是有個選擇 在裡面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 我很多時候都會這樣 當我一研究一個主題 我就會去聖經那裡找 立字 那些字眼 我就會去搜尋 我已經做了很多這些研究 就是搜尋 搜尋 搜尋到 我就知道 原來 聖經有講 這麼多經文 講到我們的 志向 有時候我們用 立字 可能會難找到 但是用 立字兩個字 會難找到 但是單用 字向的字 我們就可以 在聖經裡面找到 不同的經文 講到關於這件事 就是從整本聖經去了解 就是我曾經做過很多這些研究 所以我 有很多的主題 我都會 在心裡面有一些觀念 有些觀念 幫助我怎樣去 明白聖經和處理生命 剛剛我就在電腦那裡 我就搜尋個字字 然後我就將它 Copy 了到文件裡 如果大家用電腦 就比較方便一些 就是 用電腦 就即時將它 Copy 了下去 就可以看到聖經 其實都有很多 講到這個 我們的立字 OK 有沒有人有回應 有沒有人有問題 嚴牧師 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 有些人 譬如他們的子女患病 那些媽媽會很緊張 他們有時緊張到 他們會認為 神懲罰我 所以就被我的子女患病 其實他這個說法 是不是不認識神 還是神是 會不會真的 用子女患病去懲罰一個人 這個問題 先有個子女說到這個問題 她的心就不是這個 她只是看《適經書》 她說出 這個38年病患者 是不是因為她 犯罪 所以她 就有這個病 我們就 在經文是不能下這個判斷 有可能是 不過不能下這個判斷 那 當人用這個方法去想的時候 就是說 我病因為我犯罪 那 的確有時候有些是真的犯罪的 譬如那個人經常都低沉 煩惱 又不動 又不照顧身體 又發脾氣 那這個的確他容易身體有毛病 那 但是呢 如果人好像定了一些看法 我這些病就是神懲罰我 我犯了罪 所以神懲罰我 那 她就會 很多時候會活在懼怕之中 但是我們也會這樣說的 她真的生命是很戀龍 她也要明白 她戀龍的生命是破壞她生命的 就是一方面我們明白 罪的破壞性 另一方面我們也明白 不是什麼都是邪靈 不是什麼都是懲罰 是很多事情可以是 就是人的身體有毛病 那 譬如行臨子 她全身95%的關節都有問題 但是神使用她祝福很多人 那到底她的病是否因為她的罪呢 那 就是我們真的 就是我真的不想去 我不會這樣去說 那 那是神引引引令到她有病呢 我又不會這樣說 是只是人 就是我們每一個人有不同的因素 有時候是遺傳因子 有不同的因素 或者她成人的時候的過程 有什麼發生了 可以造成一些後果 不過神可以在這一切事上得盛 那所以我就鼓勵大家 就不要去 盡量不要去想 所以我犯罪了 所以我就現在有這麼多問題 但是我們 我再更正一下 就是不要是病 我們都說是攻擊 或者一定是因為我們犯罪 不過的確犯罪是可以引致身體有沒有病 但是就不要經常懲罪自己 就說 我都是之前壞了 我做很多錯事 所以現在有癌症 我現在很慘很慘 很痛苦 那這個又是 懲罪自己 以至自己失去 失去了志氣 沒有盼望 嚴牧師 可不可以補充一點 我記得 在聖經 有一個地方 那些門徒 也是問耶穌說 這個人病了 是否因為他犯罪 接著耶穌就說 不是 是因為 要在他身上 顯出神的榮耀出來 都讓我想到 澳洲有個叫Nic 都是沒有 是否沒有四肢 是沒有三四肢 是呀 譬如這些個案 我真的覺得 這些是要獻出神的榮耀 就是看到他的生命 和他的家人如何去栽培他 所以我也是覺得 不要拿 就是看到別人有病 立刻拿他犯罪來去裁他 或者裁自己 而是要更加認識神 他本身是一個很善良 很有豐盛的慈愛 他不是經常用罪 或者一些疾病來懲罰人 是的 好的 謝先生我們也有提過 就是這個 生來核難的人 門楼問他 我們看到人有病 我們就不要說他 因為他的罪 或者是什麼原因 不過我們也知道 罪是可以帶來攻擊 包括身體毛病 但我們不能夠說 每一次病都是因為我們犯罪 病有時候是身體的原因 但是的確 犯罪是可以帶來不同的 整個人的破壞 OK 好 你說吧 有什麼想說 是不是有個人剛剛想說話 沒有 阿門 阿門 OK OK 好 那時候我們就祈禱 結束這段時間 我也講一講給大家聽 因為我現在回到電腦那裡 那我就搜尋個字字 那我就發現 聖經裡面 真的有很多地方 是講到這個 這個立字 那我現在傳給大家 那大家就 可以作為一個參考 就是看看 哇 原來聖經講了這麼多這些東西 我們都知道原來 人的立字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是我們去 去留意的地方 但是也同時我會這樣說 這個立字一定是有聖靈的工作 就是不像我們 只是我們自己立字 我們就做一個什麼的人 而是聖靈的工作 在我們生命之中 是可以做 就是 偉大的工作 但是我們必然 是 我們的生命 都是 給神去掌管 走完神的路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會 整個生命 都可以給神 大大的祝福 就是當我們 整個生命 可以立字 走完神的路 以神的事為念 而同時 是有聖靈的帶領 那整個生命 就會得福了 OK 好 我們現在祈禱一下 親愛天父 多謝讚美你 感謝讚美你 因為神理是最美善的 你給我們很多恩典 有很多恩典禮物 你都賜給我們 但是我們同時 也知道罪有破壞性的 不要再犯罪 恐怕我們遭遇得更加厲害 還有呢 犯罪可以給魔鬼和人 或者自己 有機會去 偷竊殺害自己 毀壞自己的生命 有時候我們自己的情緒 缺乏情緒的管理 我們自己的懶惰 軟弱 放屁 放棄 放棄 都可以偷竊殺害 毀壞我們的生命 求主幫助我們 管理我們的生命 也都能夠讓人知道 罪的破壞性 讓人知道原來 繼續犯罪 容許罪 在我們生命裡面存留的時候 可以給魔鬼有機會 偷竊殺害毀壞 整個生命都會破壞 求主詩恩祝福 憐憫我們的生命 提升我們的生命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神你的恩典救我們 用的 我們專心仰望你 Hallelujah Hallelujah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榮耀眾贊歸給天父 神你的恩典救我們 用的 Hallelujah 我們全心仰望你 感謝你 讚美你 我們歡喜你 求主幫我們 走你的路 我們真是保守 神你給我們一切的禮物 不要被魔鬼偷竊殺害毀壞 也不要被人偷竊殺害毀壞 不要被人的說話影響 我們刻意不要吃人的垃圾 當人傷害我們的時候 我們不放棄心上 我們不介意 我們就不受它影響 亦都選擇走神的路 亦都選擇不讓自己的情緒 控制自己 不要讓自己的任性 控制自己 求主 詩恩祝福我們的生命 讓我們懂得管理自己的生命 都幫助別人去管理生命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神你的路是最好的 走你的路是最蒙福的 感謝天父的大恩大愛 多謝主祈禱奉主耶穌聖命 阿門 好,祝福大家 希望大家都留意到我們今天所說的 就是講到罪 是可以叫我們遭遇得更加厲害 還有我們犯罪的時候 可以被魔鬼或者人 或者自己偷竊殺害毀壞 將我們整個生命完全破壞 我們以前在神學院 我們神學教授都跟我們說 他說有些神學院的學生 畢業做了牧師 後來因為喝酒的緣故 後來變成一個無家可貴的人 我相信的過程一定是他喝酒失控 以至他家人不要他 教會不要他 沒有入息 結果做了一個無家可貴的人 很可惜的 人可以被魔鬼整個人偷竊殺害毀壞 我們自己本人認識的 有兩個牧師 因為犯奸任的緣故被人抓去坐牢 這也是很可惜的事 這是真是被魔鬼偷竊殺害毀壞 破壞他的生命 也對整個教會有影響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緣故 人就會攻擊教會 但是基督徒如果站立得穩 我們都建立一個好的形象 在這個世界上被人看到神的生命 在我們當中是可以給人一個好的見證 即是我們的見證都可以勝過這些負面的影響 祝福大家 都留意不要被魔鬼偷竊殺害毀壞 都留意自己的生命 有些什麼是我們沒有管理好的 被魔鬼偷竊了的 被人傷害了的 我們都去處理 OK? 來這裡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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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